我倒也比較高興 PM2.5這麼高 還沒跟保備 我就要先去大便 你也知道PM2.5 我心明的 什麼我不知道 拜拜 如果心心 就不用幫忙 稍微金 您現在收看的是 運通財經台 接下來 請繼續收看 全國投票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 今天的盤中 即時結盤節目 哪有道理 我將會 30分鐘的時間 面對台股 目前這兩天 高姿態整理加工 不曉得如何布局 年底 作賬機油股的 每天一點鐘 即時結盤節目看完 對你的操作 一定有證明的幫助 大盤的一個架構 在禮拜一 創下波段新高 來到9430 創新高一定有賣壓 獲利性的賣壓 讓台股 禮拜跌了42點左右 昨天台股 量能萎縮 剩600多億 還能漲32點 強勢整理 今天台股 目前 在平盤附近 在平盤附近 成量目前只有500多億 預估量600多億 所以這兩天 台股的量剩600多億 多方的防守量 昨天能小漲 今天能維持在平盤附近 難能可貴 所以這波上漲 創新高 它的賣壓真的不太重 賣壓不太重 所以我預計 短線上來講 如果明後天台股的一個成量 如果擴增到700多億 800多億 這個盤馬上又要過943年的高點 所以 年底做這樣一個時間波 越來越緊密 今天12月10號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越接近越中 法人 作帳的一個腳步 會加快 大家都在拼績效 大家都在比績效 所以你看到這幾天 這兩天台股的一個賣壓 真的不重 因為大家還在買 法人還在買 所以電子金融傳產 它還是輪著漲 因為台股目前的結構 不到1000億的均量 它不可能電子金融傳產 大家一起同步上漲 所以還是輪著漲 目前來講 電子類股的一個指數 積極比較低 當然它花費的空間 會比較大 還是要跟投票講到這一個重點 整個電子類股指數 在12月6號上禮拜二 島型反轉 既然叫反轉 它上漲力道就相當大 有機會過前不高 這是我上禮拜二給你的分析 所以如果資金 一些金融 一些傳產重回電子股身上 它空間會很大 這上禮拜二提供給你 電子類股指數的看法 所以接下來的一個 電子類股指數 往上禮拜二來到破端高 這兩天 高檔整理 這兩天高檔整理 今天電子類股指數是紅K棒 漲0.3%左右 它比大盤強 所以我預計 如果明後天 大盤要再做一個 突圍 往上創新高的同時 電子股它一定會出現 它一定要跳出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所以未來如果指數要公萬點 你認為哪一個類股要挺身而出 是傳產嗎 嗯 是金融嗎 金融都是助公而已 所以接下來台股的一個往上走進的過程當中 電子股會出現 它要跳出來 好不好 它要跳出來 所以上禮拜的這個倒行翻轉很重要 看到訊號電子類股當然要做多啊 明後天如果大盤要走高一定電子股把大盤帶上去的 這我們提供給你看法 所以金融台股雖然目前在平盤附近震盪整理 我們布局的電子股環球星亮燈 創新高 我昨天已經告訴過你了 高姿態整理四天 今天很關鍵 我知道人會這樣跟你說嗎 我的講的話都會被你做印證 那在印證之前你為什麼不好好來跟我布局 這檔環球星我在11月1號就已經開始布局了 81買的 訊息時間價位都給你對過了 11月18號99賣 就是這樣一買一賣22%啦 很清楚的一個概念嘛 怎麼進的怎麼出的 訊息都給你對時對價啊 11月18號22%賺到之後賣掉 那賣掉之後的環球星有沒有打下來 99賣掉之後 打到90.6差20% 什麼時候可以低接 環球星的基本面有改變嗎 如果它回檔修正過程當中是因為業績衰退了 所以股價會下來 所以當它回檔修正當然不可以承接啊 但是如果只是短暫性的技術回檔 基本面依然是成長的環球星 你要不要跟我低接 全球第三大經驗的供應商沒有改變啊 這一點在11月1號 我81買的時候就跟你講過啦 11月11號環球星的分析嘛 收割了SIMERS百分之百的股錢 要成為全球第三大半導體經驗供應商 10月1號就講過了嘛 那既然回檔下來 基本面沒有改變 10月營收還新高 成長了21% 我會有沒有低接 12月2號講完之後 放個兩天假 12月5號禮拜 92結尾 為什麼結尾 止跌向上 又來到月線支撐 這一條就是月線啊 我上次買在81 就是因為它沾上月線啊 那99賣掉之後打到月線啊 打到月線啊 上禮拜 92買回啊 這訊息也跟你對時對價過了嘛 92買回啊 月線支撐翻揚助長 所以92買回之後 上禮拜是大漲8%以上 來到101啊 來到101啊 高姿態整理個幾天 4天了嘛 今天第5天 關鍵性的轉折來了 所以我在昨天還特別提醒你 今天的環球星是關鍵 因為它基本面還是成長啊 11月最新的營收新高啊 一樣成長了26%嘛 基本面還是成長的 所以打到月線當然可以接啊 當然要出手買啊 買了之後 昨天的預告 今天有沒有往上突圍 昨天禮拜告訴你今天是關鍵啊 這個關鍵 不見得會往上啦 親愛的朋友 我要不要給你提醒是 當一檔股票出現重要的一個時間波轉折 那個盤中訊息你要全部的同步來帶到 如果今天環球星是關鍵的轉折會往下呢 你當然要賣啊 那今天環球星如果是關鍵的轉折呢 嗯 如果是關鍵性的轉折今天還可不可再買 親愛的朋友 沒有 當然我的一個看法 當然環球星今天會轉折向上啦 為什麼 我昨天還特別告訴你 他十月營收還是新高啊 年長 年成長26%嘛 基本面一直成長的機優性的個股 關鍵性的轉折當然容易轉折向上啊 今天環球星有沒有轉折向上 亮燈 創新高108.5 這邊到這邊又將近20%了 這邊到這邊上一趟是22%啊 環球星同一檔股票做兩趟大概四成 我怎麼進怎麼出的夠清楚吧 我怎麼又接回的 你應該看得很明白吧 只是說你有沒有賺到四成嘛 同一檔股票 我從第一檔去11月1號81開始買 99賣 第一趟22% 99賣掉之後 給你預告 什麼時候低接 92接回啊 上禮拜啊 很清楚嘛 92接回之後 直接來告訴你今天是關鍵啊 三天不動 你想賣 我知道啊 但是 你是我會員會賣掉嗎 你會被死掉嗎 買在低檔區的92塊錢 今天已經來到108.5了啦 現在有沒有 兩階段的獲利 試乘 這行情好不好賺 環球星什麼類股 誰說電子股 是空頭走勢 我們給你基本面架構成長的電子股 他就一馬當先往上突圍嘛 所以這盤 你來跟我做電子股 很好賺啦 同一檔股票環球星 你如果去榜坑 你是撩四星嘛 你如果對我做多環球星 你是賺四星嘛 這樣一來一往差到八成耶 那你要做空還是做多 這是很簡單的邏輯道理嘛 所以盤面的一個架構 目前的主軸 電子股 基期稍微低一點 他當然比較有機會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嘛 更何況他已經出現導型反轉啦 上禮拜二就跟你提示啦 導型反轉啦 既然是導型反轉 電子股的一個反轉力道 就會相當大 就會很大嘛 禮拜二 出現導型反轉 反轉向上啊 目前這邊有一個缺口啊 這個缺口目前鎖得很漂亮耶 對 這一陣很快又要再走高了 說實在的 連這個缺口他都不來碰啊 你又知道電子類股指數 目前高姿態整理強度相當大 這次同樣你要把握住一個中心 所以 行行的脈絡 輪動輪漲沒有改變啊 只是說因為大盤 成價量稍微低一點嘛 他沒辦法 馬上來到1200億 1500億 目前來看是不會啊 我說過啊 只要七八百億 八九百億 這盤就很健康 他就是一個上工的一個架構 你不要寄望以前的量價的分析 對大盤 十幾年前大盤 1500億2000億是很正常啊 但現在沒有啊 起碼沒有這樣的現象嘛 你就不要說啊 因為大盤都沒有量 所以大盤從年初長到現在 長了1800點是長假的 明明就長1800點 你還認為是長假的 那不是自欺欺人吧 所以多方性的一個結構 讓台股今年度長了1800點 接下來年底作戰行情 邀請你趕快來佈取 作戰行情完之後 明年度的一月份 元月效應行情更精彩 一月份的元月效應行情完之後呢 二月份 農曆年的紅包資金行情 等著你跟我們一起來賺 所以我特別在今天 推出一個 真賺的倍數犯專案 真正看得到 叫做真賺嘛 不是假的喔 所以在這個行情的一個脈絡當中 如果將你的資產啊 從一變成四 讓我來幫你規劃 讓我來幫你挑選標的啊 哪些比較積極低的電子股 可以佈取 環球星 兩階段試乘啊 哪些積極比較低的傳染股 可以佈取 嗯 還是哪些積極比較低的一個 生技股可以佈取 這一點我會幫你 完全的做資產的配置 所以今天 特別在電子類股指數 還沒有過高以前 你的勝算真的很大 真正要讓你賺的真賺 倍數翻的專案 如何將你的資產從一變成四 相當的重要 自己把握一下 難得 年底的 今天談得來的 倍數翻專案 趕快把握一下 現在再回到金明儀現場 避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上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甲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陣網 現在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簡單易懂又實用 賞自己成為操牌手的 美加美器 一出在手 受用無窮 今天不打入区春線 贏到278101909 278101909 278101909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不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wn life 鵝排氣密窗 插手 踩彷彈 爬bb 爬 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人都很着急 都很积极耶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越积极越中 法人的布局的一个态度会越积极 你真的看得到啊 对 你自己看一下嘛 这一党叫做联军嘛 你看投信 昨天又大买超 昨天是进行买超最大的一笔嘛 因为昨天12月13号越接近越中啊 对 我买在105这一边啊 投信是最近才开始买 12月份开始买嘛 所以同朋友 你要把资金拿去买积极吗 那布罗来跟我合作买在更低的位置 是比较更划算 所以目前全球股市的卖动 绝对是一个多方式啊 自己去看一下 你看一下 美国的科技股在创新高啊 有没有 这个你稍微不用学技术分析也应该知道 这是多头吧 这怎么会是空头 对 我之前就跟你讲过了 科技股涨多一定会回档 涨多一定会回档嘛 这边的回档我就告诉过你 多方性的一个修正嘛 修正完是不是又走高 那美国科技股走高 那刚刚跟我们台股的电子股 连动系数比较高 那你认为台股的电子股要不要走高 对 美国的科技股大多头 美国的道琼指数呢 更是大多头 已经快2万点了嘛 其余 美国道琼指数 有机会 同朋友你去看一下这一天的节目带子 应该是11月7号附近 当时候他是不是出现一根中藏红 我说这一根中藏红把这七天黑鸡棒吃掉了 一根藏红定江山 有时间我会找给你们看 我那时候就跟你讲过了 这一根藏红很重要 不管美国将来会不会升级 他一定会上去 我当时候的分析是如此 当时候川普当然还没当选啊 对 11月7号你家嘛 过了两天之后川普才当选嘛 出现长黑嘛 所以你看到行情该来走势就会来啊 川普当选之后美国盘也没有底啊 一直往上推高 会往上走高多方结构嘛 多方盘是看支撑啊 有低点就做多嘛 那如果你一直放空就是被嘎啊 举例一档股票叫翔索 好不好 之前你看我节目应该很过瘾啊 翔索 你如果从低档区沿路跟我做多上来的 你会赚你可以赚一倍啊 我当然没有赚那么多啊 因为我卖掉的位置我也跟你公开了啊 虽然有点可惜 但是我们给你方向是对的啊 多头啊 不管你什么时间点跟我买翔索的 到今天为止你不太容易赔钱啊 但是如果你一昧的看到大盘在涨 美国盘在涨或是股票在涨 你从低档出如果沿路的放空 你当然可以每天空啊 空到最高点说你空在28 9.5嘛 但是如果你是低档就空了 空完之后被嘎上去了 你的资金会被断头 断头的意思是你一毛钱都拿不回来啊 做空被嘎空有一个风险嘛 你九成保证金一去不回头 没钱耶 对 券商在给你断头的时候是不留情的啊 你只要没有补钱就断头 九成保证金就发为无有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趋势多头很明显的一档个股嘛 对你之前看我节目的应该很过瘾啊 至少我们跟你趋势方向是对的 我们选择股票基本面就是那么强啊 领先大盘过高的啊 这是你要把握住的一个操盘重点嘛 所以 你再度的提醒朋友们 电子骨接下来很有机会 带领大盘持续的走高 因为它机析比较低 又出现倒行反转 又出现倒行反转 非常强势的一个多方性的结构啊 你看今天电子类骨指数还红的耶 涨0.32%大盘小跌 电子类骨的一个架构 倒行反转之后上去高姿态整理 这个短线的一个缺口守得很漂亮啊 你看这短线缺口连测都不太测耶 所以呢盘有机会 由电子骨带领大盘往上走高 这是我的预估 所以你今天会看到六四八八环球金 等等嘛 电子骨啊 我选股票基本面就那么强嘛 市场上要反映啊 两阶段的操作 事成 所以呢 现在怎么样 真的让你谈的背书翻专案 你自己把握一下 如何让你的资产从一变到四 可以办得到的事情 我才会推这样的专案 做不够 我不说 但现在机会有机会来啊 年底做账行情啊 做账行情完之后台股就结束了吗 元月效应的行情全球股市都会往上走高耶 这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数字嘛 那一月元月效应行情完之后呢 接下来二月份 农历年的红包执行行情啊 所以把握一下 这个 真赚 真的要让你谈的背书翻专啊 我不会推太久 我不会推太久 如果将你的资产从一变到四 真的很关键 真的很重要 赶快把握 这一档联军电子股光通讯的 十一月十一号 打到105啊 没有跌破这根常业低点 买啊 买啊 不破底嘛 基本面又强啊 105跟我卡位 卡位完之后 红K棒 红K棒对未来走势 规划给你看 我画给你看啊 会先过前波高 震一阵再走高 有没有如同我规划再走 讲完之后 隔天红K棒 接下来真的过高 过完前波高 是会震一阵再走高 没有错嘛 过完前波高 震一阵再走高嘛 他有没有震个两三天 就在走高 十二月一号 来到121.5嘛 出现大量 不要急着卖 量先价型的概念 代表他有高点嘛 因为他基本面 非常棒嘛 所以十二月一号 出大量 不用卖啊 接下来十二月五号 来到124 还没卖啊 投信在周章 你有看到吗 投信 大概是十二月初 才开始买 买在这边啊 我是买在这边105啊 我会领先投信 第一档先布局 这是我这个月 操板的重心啊 我是某大券商 法轮部 操板市主管出身 所以我太了解 投信 外资的一个手法 他会买什么 买价值型投资概念股票啊 所以呢 我领先他们买啊 我领先他们买啊 买了之后 投信真的来了 来了之后 十二月七号 上礼拜三嘛 创新高之后 回党来到120.5 没卖啊 我就告诉你 我没卖啊 一档股票 如果我看对了 这是破断跟趋势啊 没卖啊 联均啊 投信 连续买了六天 昨天的联均 是不是又创新高 127.5 所以整一个 联均的股价 在昨天创高同时 你看到 礼拜一的联均 投信大买 你看到 其实我在昨天的 节目当中 也告诉你 昨天的联均 投信一定 又继续的买超 果然应证啊 昨天的投信 是不是又继续大买超 没有错吧 昨天的节目 我就跟你讲过了啊 所以你看到 今天的一个联均股价 129啊 这样是一个大波段的操作 我会不会领先 这些 投信的法人 先布局在低档 布完局低档之后 你看 投信跟着我后面买啊 所以呢 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看我的节目 我不清楚啦 但至少 我们给你基本面架构 成长力道的个股 你来跟我操作 你享受的是一个作战 行情的一个破断 这不是破断 难道叫短线吗 嗯 对不对 文章金 两阶段 对不对 将近四成 这不破断 啊不然怎么叫破断 电子股啊 党党都是强棒 所以我希望 接下来的年底作战行情 包括这一档个股 这档股票 今年获利比去年成长 成立末端 这个时间点我开始上车 上车完之后 过两天出现大量 创高很漂亮 我没有卖 这礼拜打下来 连续洗了五天嘛 转折向上 我加码 因为它会过这根大量的高点嘛 所以你看到我的动作很积极啊 这档股票昨天继续拉出红铁棒 它会过高的 它会过高的 没有过高以前跟我买 另外一档 基本面不错的机油股 10月印收年成长率高达27% 这一道反押即将突破 一旦突破 就是创新高 这是我未来 对这两档机油股 未来走势啊 这两档股票 今天 都没想起 没想起 就是你跟我布局卡位的时机嘛 你才有办法享受一个低成本 高额获利的机会 所以呢 今年度的行情 非常的漂亮 台股呢 从1月份涨到现在 涨了快1800点嘛 多头趋势没有改变 今天 我希望你一个操作 重心 低机器的电子 甚至传产 或是甚至一股 就是你跟我布局卡位的重心 因为它们的空间相当大 所以我特别在今天 推出一个 征传 真正要为你谈的 倍数翻专案 如何将你的资产 从1到4 现在的投票交给我 我帮你做资产组合跟配置 年底的作战行情之后 接下来元月效益行情 接下来2月份 农利的红包资金行情 这都是非常强势的 多方性结构 我希望同朋友好好把握一下 金老老师所要带给你的资产 从1变到4的倍数翻的专案 明儿相当有限 你一定要积极把握 明天见 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集团会得20年操盘经验的金星主持人 价值型投资操盘 新法 彩色金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逆出带手 受用无穷 必须不打入区村县 明儿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投资 运达投资 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账专线 平了27810909 27810909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金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逆出带手 受用无穷 必须不打入区村县 明儿27810909 27810909